这个男人为了让自己成为一起命案的凶手 不仅买了凶器 还在网上买了和真凶一模一样的血 并最终获得了死刑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是活腻了吗 男主是一家电视台的资深记者兼主持人 善于挖掘最有深度的新闻 立志有一天要获得普利策奖 老道是著名的地方检察官 不仅思维缜密而且煽动性强 最善于利用DNA使嫌疑人获罪 他用这招已经连续赢了十几场官司 并且仍在不断刷新着自己保持的记录 高涨的人气使他成为了竞选州长的最佳人选 这天的庭审老道依然是大获全胜 制胜了法宝还是DNA 凡是有老道参与主控的案件 男主每次都会庭审 他希望能从中学到点东西 一来二去男主和老道的检察官助理女主考上了 两人从吃饭约会直直爱的死去活来 男主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男人 他之所以能从县城的一家小电视台调到目前的单位 完全是因为他当年曾报道了一起 关于不幸少女受害的新闻 看了男主当年采访少女的录像片段 女主对男主是越来越崇拜 为了能从老道的案件中挖掘出新闻 男主还从女主那儿要来了警方审讯嫌疑人的录像 男主经过研究发现 检察官老道连续获成的秘诀 居然是利用伪造DNA式嫌疑人获罪 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 和老道一起联手干这种事的坏警察 先是递给了嫌疑人一根烟 这样就取得了嫌疑人的DNA 然后把嫌疑人牺牲下的烟头 和命案现场的照片用电脑合成之后 就成为了有利的证据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 并当场拿出了证据 但领导觉得证据不足不欲才拿 更令男主沮丧的是 由于男主的节目收视率直线下降 台里面已经决定了 调他和搭档到综合业务 一个专门报道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的部门 这对有雄心壮志的男主来说 无疑是倾天霹雳 明知道检察官有黑幕 却没有人相信 这令男主非常的苦劳 他知道 如果能把检察官兼州长候选人拉下马 那么他将平不清云 而且还极有可能获得普利策奖 但如何才能把老奸巨华的老道拿下呢 男主思来想去有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搭档 并且最终获得了支持 于是两人便开始行动了 男主的计划是这样的 等待有命案出现的时候 他会把杀人的嫌疑想办法揽到自己身上 等到检察官再次利用伪造的DNA治他的罪的时候 他会当庭揭传检察官的阴谋 计划已经制定好了 现在就等着命案的出现 说来也巧 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一起命案 一个年纪22岁的黑人女孩被歹徒当街刺死 男主和搭档闻讯而至 并且利用和黑人警官良好的关系 拿到了关于凶手的一些细节 随后男主和搭档按照这些细节 不仅买了类似的凶器和凶手穿的球鞋 还购买了其他一些和凶手相吻合的物品 包括一条杰克拉塞尔猎 因为凶手在行凶的时候 曾经被目击者的杰克拉塞尔猎权咬了一口 为了在今后当庭指证检察官的时候 能够有确凿的证据 男主和搭档这一系列的行为全都录了相 视频资料一共两份 全都由搭档保管 为了保险起见 其中一份被搭档存在了银行里 男主把一切准备救虚之后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让警方怀疑到自己头上 他穿上那双类似凶手的球鞋 故意酒后加茶被警察抓了起来 男主的这一骚操作 果然引起了黑人警官的注意 当他被保释回家后不久 警察又登门拜访了 以涉嫌杀害黑人女孩将他给拘留了 男主暗自窃喜 因为一切都是在按照他的计划 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对于男主被指控杀人 女主是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的 因为男主在他的心目中 绝对是一个正直有伤心心的男人 他心存疑斗 希望男主跟他说明原因 但男主顾左右而言 他根本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作为检察官的助理 他无论如何是不会帮助自己的领导 去指控自己的心上人的 他告诉男主他要辞职 然后加入到为男主辩护的律师团队 但男主要求女主千万不能辞职 心上人身陷淋雨 满脑子的问号又得不到解答 女主这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 酸甜苦辣难受的不行啊 男主盼星星盼月亮 终于等来了庭审 第一天的庭审 对检察官老大来说并不顺利 因为所有从男主家里搜出来的物证 包括穷情等等 都是男主后来买的高仿 当然没法直接证明男主杀了人 心情郁闷的检察官 晚上和搭档坏警察见了面 坏警察经过调查 发现了男主和搭档购买物品 以及现场录像的行为 因此认为男主很有可能 是在给检察官下套 检察官行走江湖几十年 当然不能任人宰割 他决定将计就计 把男主送进大牢 还是过去的老办法 检察官派人把被害人的血迹 弄到了男主的衣服上 转过天再一次开庭 当检察官提出衣服上的血迹的时候 男主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 于是让搭档赶快回去拿录像资料 以证明检察官是在当陷害自己 搭档一分钟都不敢耽搁 开着车一路飙着高速回到了家 可一见门搭档傻了眼 家里被人翻的是狼藉一片 那盘能够证明男主 并非是凶手的光盘不见了 不过幸好他们还有备份 搭档随后又来到了银行 从银行的保险箱里 取出了另一张光盘 但他的行为全都被坏警察看在了眼里 搭档在返回法院的途中 坏警察紧随其后 搭档发现有人跟踪之后 开始在街道上疯狂的超速行驶 坏警察的车技也不错 两人一千一后在路上展开了追逐 慌乱中 搭档不幸在坏警察制造的车祸中丧命 光盘也被复制一举了 证据一直拿不过来 男主的辩护律师只好申请休庭 周一早上接了审 得知搭档被害证据损毁 男主无奈只好在接下来的厅审中 为自己辩护 虽然他说的有理有据 但法庭只认证据 拿不出真凭实据说什么都白扯 而且老奸巨华的检察官 也不可能给他翻盘的机会 由于男主的特殊身份 这件事被各大媒体广泛关注正向报道 在等待判决的过程中 女主愁眉苦脸的前来探望男主 男主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判死刑 于是便希望女主能够替自己 搜集证据换的清白 为了自己深爱的男人 女主当然要全力以赴 几天后法院的结果出来了 男主被判注射死刑 目前已经被转到了 路易斯安那州监狱的死修区 在这里男主一天将会有20个小时 处于完全隔离的状态 直到上诉程序结束 按照惯例 检察官老到每次胜利后 都会对着媒体慷慨沉词的 说一番漂亮话 这个老油条虽然内心狂喜 但表情却显得非常的凝重 受了男主重托的女主 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 果然发现了检察官 制造伪证的蛛丝马迹 他分别走访了男主的领导 负责提交DNA证据的相关人员 动物保护组织 也就是当初卖给男主狗狗的眼睛格 女主的调查行为 很快便引起了检察官和坏警察的注意 在男主的提醒下 女主还跑了一趟银行 当初为搭档打开保险箱的老阿姨 确实对那张光盘有些印象 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 让男主免于死刑的证据 因为力度不够 面临死刑的男主整夜睡不着 便开始寻找检察官的漏洞 并最终被他找到了突破口 就是刚开始检察官办理的那件凶杀案 所有的证据都不足以支撑嫌疑人是凶手 但命案现场的一张带有嫌疑人DNA的烟头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这根香烟 就是当初坏警察提审嫌疑人时 让嫌疑人吸的 现在的关键是 检察官是如何把那个烟头 弄到命案现场的照片上了 在男主的提醒下 女主找到了几个大学里的计算机博士 这些人全都是顶尖的专家 很快就发现烟头是后接加上去的 就在女主距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候 感觉到危险的检察官出手了 他派坏警察一路跟踪女主来到地下车户 准备把女主给干掉 幸亏黑人警官及时出现把他给救了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在女主的努力下 男主终于被胡子释放了 而检察官也因为制造伪证被抓了起来 影片演到这儿似乎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但最后却来了一个大反转 当女主在翻看那些命案现场的照片的时候 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被杀害的那个黑人女孩 居然就是男主多年前报道了那个受害的不幸女孩 原来以前一直在县城的男主为了自己的前途 雇佣黑人女孩搞了一个假新闻 这个假新闻当年非常的轰动 男主也因此从县城调到了大城市 但后来这个黑人女孩不断的敲诈男主 使他不胜其反 正好揭露检察官的计划需要一起命案 因此男主索性就把黑人女孩给杀了 发现了真相的女主震惊了 此时男主的任何辩解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女主只恨自己瞎了眼看透了人 这正是机关算尽太聪命反误了轻轻性命